哎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林奇 欢迎大家观看这次视频 那么 呃 这个视频出来以后 我前面两期视频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我基本上摸清了整个 呃 塔科夫的离线版的这个regeneration这个机制 它的一个原理 以及它目前3.5.x版 就是3.5.0以后的版本 它新引入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模拟在线版的那种玩家下线以后依然能够自动回复的那个系统 但是它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它有一有一点没考虑到 啊 导致了我之前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啊 这个我慢慢这些视频 我慢慢就全部讲一遍 然后这些视频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视频 然后如果你对修改塔科夫这个离线版的这个修改啊 塔科夫离线版这个这个文件的修改啊 不是mode 我不会做mode 文件修改不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直接关掉 这个视频你完全不用看 没有任何意义 呃 对于不想改呃 这个就是那个生命 还有那个能量 还有那个水的那个恢复值的朋友 特别是你不想不想弄清楚整个这个呃 它它这个就是呃 背后这些机制的朋友 也可以关掉了 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视频是一个 不是一个呃 就是大家都都能看的视频 就是说只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需要这个视频 然后对吧 然后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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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吧 这个你前面已经说完了 那么首先就是先讲这个regeneration这个机制应该不需要 呃 不需要太多讲了 因为正式版这个那个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 完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 因为我最近是我昨天下的这个新街区的这个新版本嘛 然后 我就在修改的时候就发现跟之前的不一样 就特别是regeneration这一块 呃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因为我个人习惯 我是不喜欢 就是我 我一般是把这个直接把这个 就我之前从3.4.1版以及之前的版本 我全部都是 把这个global的globals里面的这个regeneration 这个值全部给了改成零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自动回血回能量水的那个那个机制 就我个人玩 因为我因为离线版 我就当一个单机版的玩嘛 就因为他这个回复 就是说作为在线版可能是一个让玩家比较 呃 就是 呃 相当于让玩家 有更好游戏体验的一个机制 但是离线版我不需要 因为我是单机版 我这个 呃 我不需要 就是说 放到后面是要回血 我自己有有药品 然后有这个水吃的 我自己回就行了 我不需要 啊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改动吧 就是各种其他的改动 但是这一次我在下了3.5点 我现在用的是3.5点1版 但是后面的版本其实我看了都是类似 他 单纯改这个地方 呃 在玩家开着游戏的情况下是有有效的 就是他的恢复全部会变成零 就是那个自动恢复 但是 他那个 呃 在玩家关闭游戏以后 下一次启动 然后他模他这个模拟那个在线版的 这个玩家离线以后的自动恢复这个功能 不能被关闭 就是说你把这里全部改成零 没有用 他依然能够在后 就是 能够在启动的时候计算时间差 然后 把把那个恢复值放上去 然后就造成这个 呃 就是你 单纯的改动这个database的里面的这个global的json文件 没有用了 所以我就去 去这个把他 那个离线版的服务器那个服务端 server.exe他的文件给拖 全部拖 这个工程文件全部拖下来了 在这个 呃 官网上面是有教程啊 就是这个obtending 啊 稍等一会儿 这个obtending projectsource 就是 获得这个工程的原文件啊 他这边有 就是你下一个git 然后在git使用这个cmd模式启动以后 把这个输进去 git clone 这个东西啊 server就是用这个 然后如果你是想改launcher的话 想获得launcher或者module的话就 后面有三种 对我就是用了server server下来了以后 我用这个vs打开 然后我就找到了他这个 新架代码啊 就这一款 他这个这一块代码就是模拟这个就我刚说了模拟正版的 呃 就玩家离线以后 对吧 下次上线之前他他有这个时间差嘛 然后 呃 这个时间差的话 因为正正版他是肯定是自动恢复嘛 有一个回血回能量回水的这个这个机制 呃 他 他就是 先计算这个时间差 然后再乘以那个回复的速率 就模拟出就是玩家 呃 离线以后他也自动恢复 对吧 就是就是一个他的 本身的这个第三逻辑 呃 但是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 呃 离线版这边啊 他并没有是 就是就是他那个值啊 并没有去取这个 呃 globals里面的这个regeneration这个值 就他的恢复速率并不是取的这个值 而是他直接定义的一个定值 你看这有个base base values 就是他直接让这个 呃 能量恢复速率 水恢复速率和这个生命值恢复速率 直接等于这个定值 这个定值呢 我计算了一下 就是默认的这个 呃 就是这 现在我这个是默认值 我把它改回来了 我本来之前改改了 但是我现在改回 这是默认值 就是他这个官方的默认值 结果就一说说他定死了 你不能改 呃 我这边因为做了个计算啊 你看这个 血量对吧 body health 是这么多 对吧 全部加起来 就是各个部位加起来 是这么多 然后乘以一个60秒啊 乘以一个这个60秒 对 就他呃 乘以一个60分钟说错了 是一个60分钟 就是他每小时回复456.75 跟456.6是近似的 然后这边也是每分钟回一点 然后这个一小时就是60点 就是60点 没错 啊 这个也这边也是每会每分钟一点啊 这一小时就是60点啊 没有错 ok 呃 好 那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离线的这个恢复啊 就 他下面你看接着就是说他是这样的说 就是说 呃 因为玩家他还有一些这个 一些一些buff嘛 或者debuff嘛 就是 呃 藏身处建设以后 对吧 有些 这是可以增加这些回复速率 然后像那个我记得是那个破坏的墙吧 他有一个漏水的这种 debuff 就是他会 减少一些什么生命值啊 像恢复速率 对吧 他要是通过下面这个公式来计算的 而这个公式呢 他他的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他是用这个 本身的值 就是他这个定值 这个是他自己写死了的定值 定值 加上你的buff 就玩家的那些buff 然后得出一个值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就是在判断他这个与最大值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恢复不能超过我们的这个 上限 如果他到达上限就取上限啊 没到上限就是 恢复多少就是多少啊 就大概是个这个意思 ok 呃 那么他这里取的是定值 这样的话呢 就只存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通过修改这个地方 就只能做到 修改 战局内 就是啊 也不叫战局 修改玩家登入游戏以后的恢复速率 就和这里完全就是 但是你在离开游戏以后下次进来之前 就比如说我要全改成零 确实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玩家在仓库内是不会自动恢复的 但是你退出游戏再重新进去 他就会按照 这个默认值 给你计算你的这个恢复速率 然后 就给你恢复了 也就是说我其实退出一下再进一下 我我就 我我就能够回回 相信是我就能够凭空恢复一些一些 生命水和 那个 能量 这就是跟我之前预期是不不符的 对吧 因为我想要的 效果是他完全不恢复 就只能通过 使用道具恢复 使用物品恢复 而他自己不会恢复 OK 所以这个我是 就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就想去改 但是呢 这里就引生出了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改 那么改的话 我们对吧 那么很 很自然的 因为他这边已经定死了 对吧 我 我不可能去 也不叫不可能吗 就我觉得如果把它这个工程重新编译一遍 重新编译成一个server.exe 那是不是有点过于麻烦了 对吧 因为我把这修改 我就想 走另一条路 就是我改buff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 我直接把这个 白编版 白编的这个 白编的这个仓库 我加上了三个效果 大家看到就是这个 能量水和这个健康的恢复恢复恢复速率 我改成一个-100% -100呢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的值是这么算的 水和这个 这个 就是水和这个能量啊 它是 相当于是这样子 就是 怎么说好呢 就是它是一个以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恢 我们这边恢复的值嘛 恢复它这个默认的恢复只是每分钟回一点 那么我只要做到每分钟 扣一点 对吧 是不是就正常抵消了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 两门就抵消了 相当于这边它的回复速率啊 这个 每小时回六十点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buff是每小时减六十点 那么就六十减六十就零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我首先想的就是把这边 这个把这个 把这三个变成负值 然后去 去去去 设这个数 value这个值的地方呢 我就 就卡住了 因为它这个value的值啊 并不是我们想的 就是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首先想的是参考这个他 本身的其他的buff啊 就是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其他buff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我们 先搜一下这个 generate regeneration 对吧 我们来找个例子啊 我说 我就是首先参考他 比如说这啊 这是一个这个 一级的这个一岁的墙 对吧 他有一个buff是生命回复速率减五 这是个减五 然后我们通过查官网呢 就得到只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这个 一岁墙啊 它是一个 每小时减二十二点八的血量 但是这个地方表现为是一个-5 对吧 -5 好 那是为什么呢 呃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首先看啊 就是我 多次尝试以后就是找到的规律 就是说 首先 这个 呃 你像这个 离线板啊 他把这些值定 定死定成这个只是默认值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按 比如说他这个默认是 呃 四百五十六点六啊 每小时回复四百五十六点六 这是他的这个就是 呃 没有任何buff的情况 还有自然回复率 那么在这个官网说 他这个地方要减二十二点八 hp 对吧 没小时 就是说 呃 没有那么高了 他要减一个二十二点八 那么我们通过 直接通过计算 对吧 计算得出这个 呃 二十二点八 除以四百五十六点六 是一个零点零四九几啊 因为实际上他并不是二十二点八 因为这个官网他有一点有一些不太严谨 实际上他的准确值是二十二点八三 除以四百五十六点六 是零点零五 为什么是二十二点八三呢 这个其实我猜测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拿到 准确的值 我猜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五除以一百 零点零五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呃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负五就表示 呃 他就 这个减五就是减二十二点八三 滴血 每小时啊 在这个值里面表现为负五 有人说 当这个值变成负一百 就是说他这个负五实际上是怎么说 呃 负 百分之五 啊 就是相当于是我 因为我用这个来写吧 他其实是这样的 负 呃 百分之五 乘以 四百五十六点六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 他这个负五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那我们要抵消了这个buff啊 我们就应该要取一个就是负一把就行了 对吧 负百分之百 这样就是负四百五十六点六直接给他抵消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同理可得啊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energy 对吧 这个 energy 对吧 这个 energy 是负五 那么也是一个道理啊 就是他是 呃 五 对吧 呃 除以六十 啊 好像不是零点零 啊 不对啊 是叫做 呃 零点零五 乘以六十 三 对吧 他是一个百分之五 乘以这个 六十 我们去官网验证一下 对吧 是不是 是 没错 也扣 扣三点能量每小时啊 那么就是我们是对的啊 生确 所以我们这个 三个值呢 都写成负一百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因为 仓库是肯定要有的嘛 我这是 我测试是使用的白边 白边的这个版本啊 那么 对应的版本可以自己 按照对应的仓库去改啊 不是这是 这个位置 对应的版本可以让对应的仓库去改啊 当然我不建议在零这个地方改 就是零级仓库 因为没不存在零级仓库 我在查log的时候是发现过 他每次都会提示这个零级仓库的载入失败 因为不存在零级仓库 他要么就是一级仓库 就是白边仓库 呃 二级就是那个 呃 prepare left behind left behind 那个版本 呃 然后这个三级就是 这个 那个 prepare to escape 然后最后这个 呃 四级就是那个 呃 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 edge of darkness 就是黑边 黑暗边缘 edge of darkness 呃 所以最好对应去改啊 当然这样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引出了我的后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我觉得他这个离线板这个地方考虑的还是 嗯 不和不很完善 就什么问题呢 就我们这边都是扣100 是吧扣100 那么在进入游戏以后 呃 确实 就是他这个 即使我们不修改这个globals的里面的值进入游戏以后他的那个 能量水 生命值的增长全部变成零了 他会抵消掉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直接测试来看的 我们把这个直接把它保存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你看 这是我们的这个 呃 怎么说 就是用户的这个这个资料 对吧 我们把这个 呃 雪其实都不用看 因为这边有问题了 等会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直接开一下 我再演示一下 啊 注意我们这个地方恢复速率还是对吧 就是跟 呃 正版 也就是 也是我们离线版下下来以后的默认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呃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恢复速率是正常的 就是说他确实是被 全部相抵了 就就正负相抵了相当于是 啊 有点慢啊 这个 我其实是纯净版 但是 就是 离线版他确实载入 还是 呃 我也不知道正式版有多快 因为我 并没有买过正式版 呃 如果有经济场的话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因为 他这么正式版那个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游戏机制 说实在 但是经济场倒是 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经济场那种机制可能我更喜欢一点 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原版游戏机制我不是很喜欢 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点击仓库 对吧 刚刚我是设了 你看他这边有扣60能量 扣457健康 对吧 他这样 呃 前面是他的他的 我们刚刚用的那个负三个负100的效果 后面是和他默认效果相抵以后的 就是 呃 正负相抵以后最后都是零 你看没有 那我们觉得这也是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水这个全部是零 然后这个生命值 对吧 也也是没有恢复的 虽然我们这边是 满血了呢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OK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在 就是说 这样就解决了 我们就是在 呃 两次启动 这个 他进行两次启动的这个时间进行 有个时间插进检查的时候 呃 将这个regeneration 他记住计算进去的 这个 就避免他 计算这个regeneration的方法 就用正负相抵的方法 因为他这边已经设了定值 但是 这边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 怎么说呢 叫做 也可以叫计算不统一吗 是这样说吗 就是 虽然我们这边三个扣100啊 可以把这个 三个负100 可以把这个 呃 游戏内 就是玩家进入游戏以后 刚刚我还说错了 不是不是那个游戏外的正负相抵 给弄掉 那个那个那个战士 那个其实没有实现 这边只是在我们在游戏内的时候 呃 通过不修改global 还是直接修改这个buff 就是相当于这个bonus 呃 把它正负相抵了 但是他在 每次启动 然后跟上一次时间进行对比来计算的时候 就是计算这个时间差 然后乘以这个 恢复速率的恢复速率的时候 我们这个三个扣100是不对的 是有问题的 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个 呃 本来我的 呃 这个账户啊 就是 就是这个个人资料里面他的这个 呃 我的那个对对对 我的呃 在在在这 我他个人资料里面这个 怎么说就是血量并不是满的 刚刚如果各位仔细看 如果没有仔细看 各位可以把那个地图条拖回去看一眼 然后水和 这个能量和水也不是零 但是我们启动以后他因为进行过就是 进行检查 然后呃乘以速率他就 变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边的单位不一致 简单来说的话 简单来说的话 我暂时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来试验啊 所以我就 呃 只能说我刚刚试出来的一种情况 就是 我简单来说是这样 就是当 当 当我们把这些值全部改成零的时候 其实不用改零也可以 不用改零 不用改零 我想错了 不用改零 呃 他这边这个值啊 就比如说这个 呃 我我我把这个打开吧 我把这个打开啊 实际上我把这三个公式写出来吧 他大概意思是这样吧 就是六十 我直接把值带进去了 等于六十 加上一个你的这个buff 对吧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的 六十等于六十加加加你这个buff啊 然后下面这边是一个456.6 啊 不应该是六十等于啊 就是 应该说是最终的速率啊 我直接说中了嘛 最终的这个这个这个速率啊 或者我们直接用一个 比如说这个 呃 r1 对吧 啊 这个 1r啊 对吧 就是 energy 这个 呃 energy regeneration 对吧 还有一个是水的这个hr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生命值的hp啊 我们就用hp吧 或者 对 等于这个四四百五十六点 六 加上这个buff啊 然后再乘以你的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再去乘以你的这个 呃 你现在的这个时间 就是你的时间差 或者叫做 呃 德亚塔 德亚塔 呃 低啊 时间差 呃 除以的那个 啊 除以多少我就不算了 就是反正是就是就是他这个时间要换算成小时啊 这个叠了他他肯定默认记录应该不是小时应该是 呃 秒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就是就是就就就这样嘛 就然后算出来这个 最后得到一个值嘛 然后再去 呃 和你现在的资金比较 然后你现在只加上这个恢复恢复的值就等于 呃 你最终 这一次开启游戏以后进入人物界面看到那个你现在的那个 呃 这三个属性的这个值 啊 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地方这个buff计算啊 他 简单说是这样 就是 呃 我这不是三个负100吗 实际上带入进去他就直接把这个负100带进去了 就明白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这边的负100 哎 我把这个关了是吧 啊 我这边又关了啊 可能我觉得我有点讲的不是很清晰啊 因为我确实很久没有跟别人接 解释这些东西 如果各位理解不了 那就确实 也没有办法 哎 不是啊 我东西呢 在这儿 我们刚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三个负100啊 分别本来应该是代表的是这个 呃 六十六十四百五十六点六 负六十 负六十四百五十四百五十六点六 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这边有这个 呃 用这边上面有个计算吗 就是他这个 负100 实际上是指的是 负百分之百 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但是在他这边进行计算的时候 就是 离线 的情况进行计算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直接把这个值作为了一个数字 就把这个 百分数做成的作为了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我们代上去的话 他会变成这样 他会变成 他会变成这样 明白了吧 所以就是 为什么我们刚刚进去以后 水和能量全变零了 然后血本来是不满的变满了 因为你看 对吧 如果你按这样算出来是一个负四十 对吧 这也是一个负四十 德塔碳嘛 这个德塔碳我就省略了 对吧 德塔碳我省略了 然后 这边就是一个 三百五十六点六 就他每小时这边是每小时掉四十点水 每小时掉四十点水 每小时掉四十点能量 每小时增加三百五十六点六的血的HP 就血量 这就是和 呃怎么说 但是在玩家进入游戏以后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这个 呃怎么说 就是呃 呃没开游戏的时候 或者叫 没开游戏的时候 对吧 那玩家这个呃呃 在进入游戏 在玩游戏的时候 在玩游戏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这个 呃 在游戏期间 呃或者叫叫就是就是就是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计算 又变了 对吧 因为他是他他他这个公式的话就会变成 啊 减 这个 100 乘以 呃不对 应该说是 百分之百 乘以六十 百分之百乘以六十 百分之百乘以这个 啊 德塔碳我也省略了 德塔碳我也省略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他这样 求出来 求出来的话呢 肯定是零 零 零 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两个他在 没有进游戏的时候和进游戏的时候 他的计算公式实际上是 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要导致呢 如果我们用三个负100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 玩游戏的时候他的增长率全部是零 但是在 在 两次游戏之间他进行计算的时候他就不是零 那么我们 验证一下 对吧 我们如果把这儿 我们我们如果这样 我们把它改成负六十 把能量改成负六十 把水的增长改成 改成负六十 把这个 生命的增长改成负四百五十六点六 对吧 那么这两个就会反过来 对不对 理论上啊 我们就说 你看 就是 这边变成 减六十减六十减四百五十六点六了 这边是减六十减六十减四百五十 就他们俩会反过来 这边就会变成 减去百分之六十乘以六十 百分之六十乘以六十 我们把它再复制一遍吧 对吧 我们把这边全部改成 比如说我们这改成 六十 六十 四百五十六点六 那么这三个都变成零了 对吧 理论上来说 这三个变成零了 然后这 但是这边呢 就就有点麻烦了 对吧 这边就是 对吧 那这样算出来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 二十四 对吧 是一个正二十四 这边也是个正二十四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 我拿计算器算一下吧 4.566 乘以 四百五十六点六 然后减一个四百五十六点六 是一个 负一千六百二十八点二三五六 OK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际上进去以后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是不是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 把这保存一下 对吧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里先 把这个 他这个 我们这个 啊 你说 呃 角色档案里面的这个先 删除啊 把这串这个加绳删除 因为他会 只要会自动更新 不删的话 他会有一些问题 好 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个 血量都调一下 对吧 我们调成这个比如说 呃 十五的血 对吧 这边也是这个十五啊 这个地方是十啊 这里是 十五 这里是十啊 这里是十五 这里是十 OK 我觉得不要太低吧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 呃 怎么说就是我们会 我们在仓库里面会掉血掉的非常的快 每小时会要掉一千多的血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 呃 十五分钟左右可能还不要人就死掉了 就满血人就死掉了 啊 那我就不改对吧 就这样不改 我们看是不是会扣血啊 还是改一下吧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在没开游戏的过程中我们的血量是不改变 就是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血量是不变的 但是马上就会应用到他这个 呃 他这个这个这个扣血然后就开始扣 那么我们就先改我们我们比如说改成 呃 胸腔35对吧 然后头是15 然后 这边手臂是 呃 二十 或者说三十啊 然后腿是三十五啊 右边也是三十三十 然后腹腔这边是比如说 呃三十 OK 然后我们这边的能量是十水是十 OK记一下 对吧 这个值啊 记一下 好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重新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游戏 避免影响我们这次开的话还把这个临时文件清理一下 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我自己测试的时候是没有影响的 而避免为了避免这个影响 把临时文件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开始 然后我们下一个事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事实际上就能看到 我们下一个事实际上是中国贾养的 是什么东西 没影响的 那么再一个事实际上是很有关了 我们下一个事实际上是什么 你看这个时候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 血在减少 然后这个水和这个能量在在在上涨 0.4 0.4就是 这个0.4应该是指的百分之就是百分之四十吧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血量会改变了 我再看一下 他我们之前预期的不不太一样 啊我明白了 我明白问题在哪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藏人处吧 等下我跟各位说 我大概明白问题在哪 仓库你看 正24正24-1629 和我们之前这边推测的完全一致 对吧 但是这边有问题 这边有什么问题 我等会我我先把这个退出来 对吧 在没开游戏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他这边确实不是零 因为他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就是globalsglobals里面的这个regeneration这一块 这一块他是有影响的 我之前测试没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全部改成了零 我当他全部改成零的时候他确实是没有影响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我全部改成零的时候他确实就是按我这个来的那我这边有了值以后他还会受这个影响 那说明这个公式可能还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公式可能是一个简 就是说简化过的是错误的应该是个错误的工具我这个公式只适用于当他这所有值都是零的时候 所以实际公式可能会更复杂我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 就当他这这些值全部都是零的时候我这个值我这个公式就是对的 啊当然他如果是不是零的话就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本身这个东西还会实际上影响 总之就是非常奇怪就怎么说呢 就是 我没办法做到 也比较没办法就是我总感觉他这个两边的计算 就我觉得他总是我觉得他总两边就计算感觉不同意 就如果是这样啊我是这样我把我把这个global这个地方全改成零 呃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我把这全改成零的话他这里应该是一个系数 就说这些东西应该只是一个乘数 我全改成零的话那么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 呃 百分之六十 就不论我这边负的是多少乘以这个值 呃也不是这样说也也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说 呃 怎么说好呢 我这边全改成零的话呢就对了但是就是呃在离没开游戏的时候是对的就是说啊他就不论你关 你离上次上一次退出了多久他都不会去修改你的这个能量水和生命值 他就正负相抵了 但是在玩游戏进行的过程中他的那个buff就有问题他会 呃他因为会读这边的值然后这边都是零 所以那就会导致他这个 呃 他的所有你的加成或者 debuff或者是那个简称 全部都是零因为零成任何数都得零他取的是这边的值 但是在你关闭游戏就是计算两次游戏之间这个 恢复的值的时候他不是取得这边的值 呃他我觉得要么就是调用的是他这个 呃 他这个server 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 呃他这个serverexe他编译的时候里面的那个那个东西 这个值应该应该要么就是取这个百分数还是多少百分数我不太确定了 总之就是他这两个公司是不一样导致你不能够 就你只能够 你如果像是像我一样的需求啊就说我想 呃他不自动增长的话那么你只能照顾一边 就要么是玩游戏的时候不自动增长要么是没看游戏的时候不 啊当然 其实是有倒是可以全部顾忌到就是我把这个 呃 global json里面的全部改成零然后同时把这个 呃 这个buff这个地方或者叫debuff啊修改成全部是呃他们这三个数的这个 呃 怎么说就是那个 复数 啊这样的话呢 但是代价就是你的其他的那些争议啊全部都是零成零点零就就就没效了 对吧 呃 但是我是觉得他这边 嗯感觉还是他计算有问题就是他这个公式 和 就是他在计算 离线以后的这个恢复率和他 玩玩游戏的时候这个恢复率计算公式好像 并不统一 不一致 啊这这应该算是我暂时得结论然后这个是不是应该我就不会出了吧我大家研究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 啊 希望我没有理解没有整个没有理解错吧这个东西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感谢大家关注视频我是零七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就跟我们下期再见